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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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George 今天我会用气炸锅叉烧 因为想做得简单些 所以我会用气炸锅 和叉烧酱 很简单地做一个叉烧出来 做出来的效果都非常美味 通常做叉燒會用梅頭來做 不過今次我買了五花腩來做 因為它有肥肉燒出來會更香和好吃 現在把五花腩先清潔 清潔乾淨之後就要晾乾水 清潔乾淨之後就開始加調味料 首先加1茶匙鹽 少許胡椒粉 1茶匙糖 大約2湯匙蠔油 加少許味淋 今次用味淋代替玫瑰露 再加1湯匙叉燒醬 2湯匙蒜蓉 2湯匙乾蔥 2湯匙緊入 1湯匙 Pavard 然後直接把五花腩放上上面 鋪平之後把醃肉醬汁倒進去 我們會用200度焗30分鐘 現在過了10分鐘的效果就是這樣 現在過了15分鐘, 把叉燒反轉另一邊 我們把剛才剩下的醬汁倒進去 然後在上面再加入蜜糖 然後再過15分鐘就完成了 最後把氣炸鍋裏剩下的醬汁倒進去 最後把氣炸鍋裏剩下的醬汁倒進去 現在已經聞到非常香 接著切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氣炸鍋叉燒 大家可以試一下, 非常好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想看煮什麼菜可以留言給我 告訴我 還有記得LIKE我FACEBOOK和IG 還有我網站上新增了一個討論區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吹吹水 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